历史没有远去 国耻不可遗忘 日本在安保政策上的重大转变 只会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我们敦促日方牢记历史 反显罪责 信守承诺 谨言慎行 近日 日本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 防卫力整备计划等安保文件 手指中国是日本迄今最大战略挑战 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中国驻日大使馆当即发表声明 日本肆意煽动中国威胁 挑动地区紧张对立 日本安保文件还显示 日本将突破诸多战后禁忌 包括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扩大武器对外出口 深化军民一体化等 同时针对元宇宙 网络等新战场 日本也主张自卫队需强化多次原作战能力 此外 日本不断计划拥有打击 敌方国家导弹发射基地的反击能力 将2023年防卫预算扩置6.8万亿日元 刷新历史最高记录 而且还打算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 云纳国岛部署地对空导弹部队 意图干涉台湾问题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这不但意味着日本将迎来二战后 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 而且只会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历史没有远去 国持不可遗忘 日本当年发动清华战争罪行庆竹难输 给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 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伤痛记忆 至今犹在 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递接45周年 但是日本动辄渲染 地区紧张局势 谋求自身军力突破的动向十分危险 也让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对日本能否保持专守防卫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 产生强烈质疑 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所言 台湾问题没有日方智慧的空间 日方应该做的是牢记历史 反省罪责 信守承诺 谨言慎行 我们敦促日方 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不得在台湾问题上汤浑水 谋私利 不重走以灵为贺 与灵为敌的老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